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课前准备的部分 一样请你准备好你的国语习作 国语课本 一支蓝笔或荧光笔 及铅笔 给你五秒做好上课准备 预备 开始 好 时间到 那我们便开始今天的学习吧 首先请先打开国语习作第四十页第三大题 防写练习 参考例句保留框起来的词语另写成一段包含原因和结果的句子 例以前的冬瓜体积庞大 现代家庭人口简单 一次吃不了这么多 于是他就研发迷你冬瓜的新品种 从题目中我们可以知道 他除了要用框起来的词语外 还要包含原因和结果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课文里相关的句子 我们可以将课文中包含原因结果的句子 整理成表格 在课文第二段中提到陈文玉 看到父母买不起较好的蔬果种子 以致农作物乏人问津 常对着农田叹息发愁 便立志要以育种来改善农民的生活 听到有人开玩笑的问 夏天吃西瓜真是一大享受 但是西瓜里头能不能没有子呢 让他着手研究经过三年的努力 终于成功培育出台湾第一颗五子西瓜 凤山一号 找一找老师是怎么将句子切开 分成原因和结果的呢 在原因的部分可以看到有两个动词 一个是看到 一个是听到 因为看到了父母的困难 所以他才会产生改变的想法 同样的因为听到别人开的玩笑 所以陈文玉才想研究五子西瓜 而结果的部分有两个字很重要 分别是变和让 正是陈文玉先生之后的行动 你找到了吗 接着我们来看下一段 这一段比较简单 以前的冬瓜体积庞大 现代家庭人口简单 一次吃不了这么多 于是他就研发迷你冬瓜的新品种 即以前的番茄比较大颗 也没有甜味 他看到小孙子不爱吃 于是努力培育出可以一口吃一个的圣女小番茄 你有发现到我们要找的语词了吗 没错 两句开头都有以前 即于是 而第一句是我们这次要防写的句子 有出现现代这个语词 观察一下便可发现 于是前面接的是原因 于是后面 于是后面则是结果 于是前后的句子有先后顺序吗 有 所以于是前后的内容不可以对调哦 最后在第四段中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许多农田荒废 农村的年轻人离乡背景到都市工作 于是他秉持着一粒种子 一个责任 无限希望的承诺 用一辈子的时间 研究蔬果品种的改良与开发 成功培育出一千多种蔬果品种 于是前面接的是时代的背景 后面则是陈文玉先生的成就 看完了课本中的句子 我们来整理一下于是的用法 于是用来连接上下两句 一般不会出现在句子的开头 上下句表示连续发生的事情或动作 这两句之间有时间上的关系 最后前句描述情况 后句接续状况 细说之后的发展 也就是为了因应前句的情况 所以才产生后句的发展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运用于是这个语词所造的句子 第一句 天气变冷了 大家都穿上厚重的衣服 于是原本只穿一件薄衬衫的他 也赶紧找一件外套披上 在这句中 于是前的情境是天气冷 大家都穿厚衣服 所以才会有那个他在家件外套的情形 这一句于是除了可以摆在 原本只穿一件薄衬衫的他前面外 想一想他还可以放在哪里呢 能够让句子一样通顺 没错 他也可以放在 也赶紧找一件外套披上的前面 句子就会变成 天气变冷了 大家都穿上厚重的衣服 原本只穿一件薄衬衫的他 于是也赶紧找一件外套披上 接着第二句 他在运动会前受伤 于是原本被大家看好的短跑比赛冠军只好拱手浪人 由于受伤 冠军当然就不可能再是他了 最后一句 妈妈不在家 弟弟哭个不停 于是大家只好轮流说故事给他听 请进是妈妈不在家 弟弟哭闹 为了解决这个情况 所以用于是这个语词接后面的行动 看完了这三句你有没有比较清楚于是的用法呢 那我们要回来再看一下习作的题目 这一句比单纯的使用于是这个语词的造句还要复杂 因为他除了要用于是外 还用以前现代 此外还得包含原因和结果 得满足这三个条件才能写出符合题目的句子 因此必须有步骤 有方法一步步架构出句子的骨架 最后再填上他的血肉 让他变得完整 第一步设想情境 可以从食衣住行预乐这六项来想 因为是要有以前和现在的对比 那么从生活中的食衣住行预乐来想是比较简单的 例如食可以由饮食种类来想 以前饮食简单 很多都是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现在则是可以吃到各国美食 一 没有发明魔鬼毡前 儿童鞋要细鞋带很麻烦 有了魔鬼毡 儿童鞋穿脱就很方便 在住的方面 房屋样式的改变 以前住三合院 现在有了高楼大厦 行的部分 交通工具上 以前交通工具种类不多 现在有高铁捷运 玉的方面 以前班级数多 现在班级数少 最后乐则是 以前没有虚拟视镜VR眼镜 现在有了VR眼镜 游戏体验更深利其境 这些例子供你参考 希望能够帮助你设想情境 再来 其实我们在设想情境的同时 也在做第二步 找出以前现代的不同 有了这样的比较 以前和现代这个 语词要接的内容 你已经自然而然的想到了 你有发现吗 接着第三步 放入原因结果 我们要处理 于是前后要放的内容 于是前放的是原因 交代情况与背景 于是后放的则是结果 也就是后续的状况与发展 我们可以用刚刚课文的表格 来帮助自己思考 由于版面的关系 老师挑了六类里的 其中五类来举例 在饮食种类的变化上 造成可以选择的食物丰富多元 满足口腹之欲 有了魔鬼毡 所以穿脱很方便 交通工具方便好用 造成人与人往来频繁 班级数减少 一个班里的人数也减少 所以现在采用小班教学 在教学精致度上就可以提升 最后就像老师之前说的一样 新的科技产品创造了更深入的体验感受 最后一步就是把你的材料 组合成完整的句子 感觉好像很难 很多步骤的样子 没关系 婉纯老师带你一起来做做看 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哦 我们以食衣 住行 预乐 这六类中的行为力 设想的情境为交通 我们都知道 以前的交通较不便 往来耗时费力 但现在方便快捷许多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 进行以前和现代的比较 接着放入原因结果 交通能够变得方便 除了运输革新以外 最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 所以是有了需求 才会有高铁捷运的产生 最后我们把于是这个语词加进去 句子组合起来就是 以前交通不便 交通工具种类不多 现代为了满足人们通勤的需求 于是有了高铁和捷运 在这句话中 通勤指的是上下班 好 接着我们再来练一句 这次以饮食的食为力 设定的情境是外食方式的变化 在外食方式上 以前多是外带内用 也就是买回去吃 或者在店里面吃 现代则可用网路平台外送 你可以用手机或电脑上网点餐 外送员就可以送到你指定的地方 放入原因结果 有了网路平台便可以不用出门了 再加上于是这个语词 把句子组合起来 就是以前吃外食多是外带或内用 现代可以透过网路外送平台进行点餐 于是人们可以不用出门 便能享受美食 前面这两句的练习 有没有能够帮助你 更好的把句子写出来呢 网纯老师将前面所写的句子放在这里 如果你真的造不太出来 或者还需要再想一想的人 你可以选择写这两句的句子 在你的席座上 当然如果你没有问题 可以自己造句的人就自己造 老师给你两分钟的时间完成席座第四十页 所以请你拿出你的铅笔 好预备好了吗 开始 一样请你先设想情境 从十、一、住、行、预乐中 挑一个你最有想法的部分作为主题 想一下在这主题下有什么以前和现代的不同 接着在这情景下会产生什么样的发展 或者为了因应这个状况会做什么样的事 那这个部分就是原因和结果的部分 最后放入于是将句子组合起来 你也可以观察一下 在席座里面 于是的前后会出现两个逗号 但是在老师给你的句子中 老师于是前有放逗号 但于是后没有 所以你可以自己斟酌 于是前后都放逗号 就是强调于是这个词语 那如果你把它当作普通的连接词 那么于是的后面可以不用放逗号 还剩下三十秒 如果你的句子已经写完了 你可以读读看 看它顺不顺 剩下十秒 我们来回顾一下本节课的学习重点 第一点 从课文中找出包含原因跟结果的句子 了解于是的用法 第二点 运用情境进行防写练习 下节重点预告 下一节我们将进到新的一课 第七课 从失败中觉醒 继续学习议论文的写法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啰 拜拜